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我们是来自云南的街舞夫妻 我学的专业是公路强梁设计 在上学的时候就喜欢上的跳舞 我当时毅然的放弃公务员 然后走我喜欢的路 因为我们平时生活中会有很多争执 这支舞蹈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最真实的一个折射 把民主舞的一些元素跟我们的街舞融合在一起 舞蹈情侣 要你好看 谢谢奥远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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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云南的哈尼族 我名叫龙肖 这是我的太太 我叫肖秋运 来自云南 两位都是学舞蹈的吗 不是 我的大学学的是公路桥梁设计 我大学练的是警官学院 然后是金具犯罪侦查 跟舞蹈完全没有一毛钱关系 那你们学舞蹈在什么时候学的 我在大一开始学的正规的这个街舞 我觉得她如果学这个街舞 有时候还可以真的是做那些像 无仙道啊 便衣啊 对 站住 你给我站住 不要走啊 好 这个舞蹈表现的是 你们两夫妻的生活状态吗 对 我们平时就是这样的 因为平常会经常吵架 就是因为跳舞的事儿 但是也是因为跳舞不吵架 应该是女生赢哎 现实是这样吗 因为我比较泼辣嘛 就男孩子嘛 要有包容心 是 豆豆哥 你们家谁说了算 谁包容谁多一点 那当然是老婆说了算 其实我是觉得 只要是吵架 永远是男的错 太好了 我们那个时候 我母亲当时也蛮没接受的 后来我的老婆 为了这个和谐一家嘛 然后就 所以为婆婆编了个舞 龙霄的母亲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舞蹈家 今天龙霄的母亲也来到了现场 我们掌声欢迎她好不好 你好 好美 好有气势 导演跟我们说 妈妈您本身是国家二级舞蹈编导老师 从事舞蹈有多少年了 35年了 为什么看到儿媳妇要去跳舞 你会反对他们俩在一起呢 我希望儿子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跳的还是街舞 我不能接受那个街舞 我感觉跳 跳民族舞还说得过去 对 邱昀呢 是怎么样来化解 你和婆婆之间的关系 你为婆婆做了什么 平时就是我自己编舞什么的 都会跟婆婆会有沟通 把一些我学到民族舞的元素 加到街舞里面 然后我排出了一支新的舞 现在呢 现在你们相处的关系怎么样 现在没有了 现在已经街舞很了不起 通过他们几次的演出 在后来我创作里面 我也是寄进他们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你这个婆婆太好搞定了 只要她舞蹈跳好了 你就好 你舞蹈跳得不错 那我就喜欢你了 但我觉得要讨好婆婆 真的 你会做菜吗 会 会 会 这很重要 云年是非典嘛 我曾经三个月的时间 不是北京封城了吗 然后我三个月的时间 就在家里头 每天给婆婆做饭 而且顿顿不重复 一顿就做一个菜 你知道我为了满足婆婆 我买这么一大桌做饭的书 真的 哎呀 那一下彻底逃好了 把婆婆的心点收交 三个月之后婆婆说 非典终于过去了 我做了三个月的小白鼠 没有 婆媳关系 真的需要去用心 每个家庭的方式又不一样 对 肖秋运呢 用自己的方式 就是给婆婆编了一段舞蹈 对对对 今天也带着这支舞蹈 来到齐武飞养 希望能够表演给婆婆看 对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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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打扮够上更高的一个层面 各位数十五 十位数十九 95分 谢谢 我觉得女生 太太 我很喜欢你 我觉得你在台上的爆发力 跟企图心都非常好 但是呢 你可能要学习去收一下你的力量 因为很多的动作 感觉像是用力比较猛的 然后反而男生比较柔 男生的部分 可能表现力要再更强烈一点 我的分数是 各位数是零时位数是 九九十分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out特区 来看一看他们到底会out掉 哪一位老师呢 刘真 为什么 咱们队男生都比较喜欢你 咱们队的女生就把你out了 我感觉应该是沈老师啊 因为沈老师感觉上是女生 然后舞蹈又那么的严格 为什么没有 这种感觉上难道不是女生吗 这一组选手呢 拿到的分数是270分 因为他们是第一组选手 所以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 威武冠军吧 我还有话想跟婆婆说 在这个编舞的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每个作品出来 就像我的小宝贝一样 但是今天妈妈也在这里 所以我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 我想明年有一个真的小宝贝 然后一家在一块 然后我的小宝贝大了以后 再继续跳舞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这儿跳是最好的 一个人 哎呀 好 起舞非常演艺的完美 游戏关系啊 银南战季酷 来给你指导 我最疯狂 我们是舞步蛇 我是音乐蛇 我们组合的舞蹈音乐 都是由我来剪辑的 我是游戏蛇 我是贪吃蛇 我爱吃能吃又能挖掘好吃的地儿 我是购物蛇 我们组合的一些服装道具 都是由我来购买的 我们都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三个是古典舞系的 我是民间舞系的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节目呢 虽然看不见我们的人 但是可以看见我们优美的线条 我们要创造自己的奇迹 谢谢王美 大恩和吉祥 《Amazing Game》 《Amazing Game》 是 So put it in all of the papers I'm not afraid Can we know about it? Can we know about it? N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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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night we're waking up the neighbors while we sing away the blues If the truth has been forbidden then we're breaking all the rules So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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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et the TV and the radio to play on tune again It's about time we got some airplay of our version of events There's no need to be afraid I will sing with you my friend I will sing with you my friend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I wanna sing I wanna shout I wanna scream to the world I am It ain't all of the papers I'm not afraid Can we know about it? We know about it He will hear the words for You Oh I wanna sing I wanna shout I wanna scream to the words for You 我们是五步蛇之河 但是只有四个人啊 因为有一条蛇 在排练的时候 不小心受伤了 受伤了 所以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四个超模来组了一个这样的组合 真的 身材太好了 我叫周杭宇 身高1米80 净身高 我是我们组合中的音乐蛇 因为所有的音乐 然后包括我们的伴奏 都是由我来剪辑的 我叫袁淼 然后我的身高是1米79 然后我是组合里的游戏蛇 所有的游戏我都能打通关 所有游戏 史上最牛的游戏 然后还有各种什么切蔬菜 切水果 淼淼的那个游戏的中指 就是死磕到底 我叫李翘 我的身高是1米78 然后我是我们组合里面的购物蛇 我们的道具啊服装好多都是由我 然后在网上搜罗 然后购买的 大家好 我叫曾颖 我是我们中最迷你的一条蛇 身高1米77 然后我是贪吃蛇 我比较爱吃能吃 她是我们组合唯一一个南方人 然后一口气能吃一瓶黄辣椒 是哪里人啊 长得 东南 长得 哎呦 老师 老师 你一下你就赢了 一下你就赢了 那我问一下 你们要找男朋友 他的身高会要求多高呢 我们每个人的目标 好像不太一样 像我就是 可能身高不是很要求 但是我会要求 但是我会要求就是 我就是喜欢跳舞的男孩 因为我觉得跳舞的人特别地美 一逼疯了一个 我喜欢成熟稳重一点的 我是很稳重的 我跟你讲了 人有没有说要找一个 快死了的那个 身高嘛 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 就是我穿上 10公分左右的高跟鞋 然后它比我高一点点就可以了 10公分 如果有下辈子 我一定长得1米8吧 我喜欢的吧 是比较有艺术细胞的 然后当然身高也要在1米85以上 其实我个人觉得男生的个头啊 真的不重要 是吧 逗逗老师 你惹事儿了 你惹上大事儿了 其实英国达人秀 可能好多人也看到过这个 对 我们只是觉得太了不起了这个 我们也很羡慕人家 然后我们就想战胜自己 能不能完成这个 但是当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的时候 确实有一些困难 不知道在影子里面 到底是人家怎么形成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城堡 本来是应该可以用手来搭起 但是当时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就用剪挂粒 然后剪出那种形状 然后举在那儿 然后怎么样都对不起几个人在一起 所以后来我们请了一个剪影老师 为我们来指导 好棒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你们牵手 实际上你们并没有真的牵吗 对 我拉着孩子走的时候 其实我跟他有一定的 大概有2米的距离 我注意到你们在一个形体 跟一个形体转换中间 你们还是有舞蹈动作 比如说转圈啊 很优美地流转 然后进入下一个造型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比一般舞者 要更自然 表达得更完整的地方 这样好不好 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几位老师 来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拍个代表吧 拍个代表 刘正老师 刘正老师 好 其实呢 珍珍也来到我们 其我分享这么久的时间 我一直说想跟他 让我们单独相处一下 也没有时间出去旅行 哦 那我们就都撤吧 不用撤 不用撤 可不可以让我们两个体验一下 就是那个周游世界的感觉 好 珍珍 我们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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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珍 啊 今天我们不用录齐舞飞扬了 哦 你想去哪儿呢 我想去看骆驼 看骆驼 我 我的热情 好 像一把火 好 像一把火 好 看到了吗 太高了 要骑一会儿来 可以骑吗 来 一 二 三 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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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跟你讲 这里真的好热 我们去海边玩好不好 好 你们好多海鲜可以吃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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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辛苦 海边也好热 珍珍我想跟你说 认识你 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 我没什么可给你的 这就是爱 我们给你的 只有一颗心 就是爱 啊 啊 啊 这就是爱 就这样 我们步入了婚姻 哎 哎 不是 哈哈哈 人们都说 哈哈哈 婚姻 是爱情的粉末 是爱情的粉末 哈哈哈 天呐 哈哈哈 不要住了 就这样 一年过去了 我们 哈哈哈 也太快了 我们迎来了一个 新的小生命 嘿 宝贝 快吃喂奶 快尿布了 快去喂奶 喂奶不是你喂吗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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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刚才你们表演的作品 我们四位其实都看过 就应该去学习经典 因为经典里有智慧 学习到很多东西之后 让自己成长 直到有一天 我们自己也可以表达 我们想表达的 所以这个态度 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可贵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 这样的表演 是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 一个开幕式上面 对 我也是 但是当时是好几十个人来表演 所以他们四个人能表演 太了不起了 一整个节目 好了不起 对对对 我特别想看看你们的专业舞蹈 是怎么样的 可不可以 尤其你们穿得这么美 我们简单地表演一个 我们舞蹈演员的一天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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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非常精彩的表演之后呢 让我们一起来 进入五彩斑斓 五光十色 五湖四海 五步蛇 他们的大分 十分时刻 五位美女 今天来了四位 但是你们的节目 丝毫没有逊色 包括你们刚才 跳你们专业舞的时候 我看的心里 就是那种麻素素的 很感动 你们带给我们的美好 我相信会在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心里留存很久 所以 谢谢老师 我给你们的分数是 五位数是五十 位数是九 九十五分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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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四位年轻的舞者 我特别地喜欢 你们有传承 有创新 愿意学习 这种态度 作为年轻的舞者 尤为宝贵 再加上刚才看你们 跳古典舞 我心里好感慨啊 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跟逗逗都是这么过来的 很感慨 各位数是零 十位数是零 百位数是零 百位数是零 谢谢陈老师 谢谢 真的 实事求是的讲 你们在完成一些 技术动作的时候 可能没有完成到 你们的最好 但是我希望 你们能够坚持这份 对艺术的态度 对舞蹈的这份 执着追求的精神 所以今天 我们一定会努力 我给你们的分数 各位数是五 十位数是零 有95分 谢谢 谢谢 那个漂亮的女生啊 刚刚其实我很开心 因为你们让我环游世界了 第二段舞蹈呢 我又看到了 你们非常坚强的技术基础 我觉得其实 就像我看到沈老师 我看到逗逗老师 我都看到了一种 舞者他很高贵的情操 那现在在你们身上 我也看到了 我真的很喜欢 你们做了很好的示范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我的分数是 100分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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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 让我们进入奥特特区 来看看她们 复个可爱的姑娘 到底会奥特调 哪一位评审老师呢 这表情绝对是奥特错人了 好 没有 没有 没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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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准 你来 俊老师 我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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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好 那还好 什么叫那还好 伤害我就可以 是吧 没问题 三位老师都是我们本行专业的 我们惹不起 对 软柿子就这一个 主要是大连老师太帅了 所以要恭喜到他们 拿到了295分的好成绩 进入我们的微舞宽队吧 谢谢 谢谢老师对我们支持 我们会努力的 恭喜你们 谢谢 我下去了 谢谢 我们是来自郑州的 谭恬乔表演队 这对谭恬乔总共重量是7公斤 开始穿上就是感觉很重 在翻跟腿的过程中还是很困难的 谭恬乔在中国甚至全世界 只有我们这一个团队在表演 2009年我们在国际杂技大赛 获得了创新奖 激情跳跃 加油 我们正式跳跃 加油 让我去看 你有什么第一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叫自己这样左右 找平衡是吧 对 它是有弹性的 所以说站着肯定会倒的 会倒的 这样好吧 我们先掌声欢迎你们的李团长 好不好 好 来 欢迎他 团长 你好 你好 李团长 我都想了解一下 他们脚下踩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叫弹跳锹 弹跳锹 是跟高锹有一些 一曲同工的地方吗 有点相似 但是还和它不一样 我们是从网络上看到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拿过来想看 能不能创造一些新的这个技巧在里面 这个东西原先就是一个极限运动 但是我们怎么想把这个 我们那个技巧啊 把这个弹跳锹啊 把舞蹈融合到一起 搞一个新的 新创的一个节目 我表演过高锹 我知道那个特别难 这样好不好 老师 那个能让我们体验一下 没有看孩子们晃来晃去 我想吐了 你知道吧 硬传 我能感受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吧 我们晃一段时间 看你到底晃得有多厉害 好 别扯我裤子 同志们 辛苦了 这个我说实话 在上面的感觉好难控制 因为它前后走 如果你往前 哇 好吓人很高 我知道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就是 就是有人拿一个圈 然后就是有同学 可以从那边跳过去 什么 我们展示那个好不好 那个叫什么名字 跳圈 跳圈 可不可以让我们老师 拿着那个圈 同学跳过去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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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珍 拿圈而已吗 对 直接拿圈了 拿圈 老师 我要干嘛 就拿着吗 不动是不是 好 有苦的啊 老师 跳圈挑战 好险 首先来我们来看看 这位同学赤火能够完成空翻 跳圈 好吓人啊 我是闭着眼睛的 天哪 太吓人了 谢谢珍珍 谢谢 好棒 你团长还有什么样的绝果要给我们展示 有一个过高的 过高的 这个女生问一下你多高 我近高1米63 她的近高是1米63 下面有50公分 大概是213厘米 2米3加上手部上的距离 应该在2米5左右 我们现在来看看 同学们是否能够挑战空翻 越过2米5的横竿 加油了 你团长 现在还可以再高吗 还可以 还可以 再高一些 再高一些 有请我们两位非常漂亮的女同学 把手伸直 加油 安全第一 加油 来 我们一起来期待在挑战成功 加油 谢谢 好棒啊 刚才几位同学给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绝技 接下来还要给我们再次展示的是 转动圈 跟大家说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挑战的是三个同学 将一起来钻过我们的三个圈 来 加油 开始 谢谢 谢谢 太精彩了 非常勇敢 谢谢你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他们的打分时刻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超难的表演 虽然里面有一点点的舞蹈 但是从舞蹈角度来打分的话 我给的分数是 各位数是0 十位数是9 90分 杂技艺术能够尽全力融入一些时尚的舞蹈元素 在这一点我觉得我还是看到了你们的努力 是特别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 更何况你们这里头技术含量太高了 我看着我惊心肉跳的 所以我给你们的分数 各位数是0 十位数是9 90分 作为一个舞蹈节目来打分的话 并不是很讨好 但是很遗憾这是一个舞蹈的节目 齐够了舞还弱一点 所以我给你们的分是 各位数是0 十位数是9 90分 谢谢 真的是一高人胆道 你们翻过去的时候我都不敢看 那我觉得这个技巧难度的确是非常高 大家要如何在音乐上面 还能够踩在同一个点上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们之后要再去努力的地方 我的分数是 各位数是0 十位数是9 90分 四个90分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奥特区来看看他们会奥特区来看看他们会奥特区哪一位随身老师呢 黄豆豆老师 黄豆豆老师 为什么 来 跟老师说一下 因为大家当时都在犹豫不知道按什么 然后那个音乐点快过了 所以之后我就非常你也不知道 音乐点快过了 没关系告诉大家 他们拿到了270分的成绩 有些遗憾 但离我们的威武冠军包还是有些距离 但是要谢谢几位同学今天的精彩表现 再次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他们 加油 加油 我们是来自全国联盟的介舞团队 当年拿全国冠军的队伍里边现在少了一个人 他叫王冰 在两年前他得了尿毒症 怕拖累到我们拿到更好的成绩 离开了我们 他的QQ电话号全部都换掉了 希望能够在电视上让他看到 我们的兄弟还可以再继续跳舞 希望我们的舞蹈可以感动到每一个人 Mestory Fighting Mestory Fighting AmazingFans AmazingFans 是 是 工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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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